哈喽,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几款艰兰的树花品种 首先介绍第一颗蒋上明珠 蒋上明珠的叶长的话是属于一个癌种的一个艰兰品种 叶长大概在20到30厘米左右 那叶宽的话在2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 它的叶子是属于比较厚糯的一个叶子 表皮摸起来是有点凹凸感的那一种质感 花开的话高挑出甲 那它的这个叶子的话是属于一个V字形的一个垂叶子 从中间分开两边垂 那两边垂下来的叶子的话 距离盆岩的高度大概在10厘米左右的一个高度 花开的话是一个正格的一个树花盒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开品 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得到 它这个蛇的话是属于一个大圆蛇 而且是下挂不会向后卷的一个 那么就这个花手的话 在建栏里面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花手了 外三半是属于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收根放缴的 而且它的外三半的半端是有起小尖峰的 向外收 所以说就外三半而言 它开久的话也不会向后翻 那香气的话是属于一个比较浓郁的一个香气 因为树花而言的话香气会浓郁一点 又再加上它是一个合半花 那花开的直径大概在4厘米到5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那它这个我这一组一朵上花树的话是比较多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 花朵与花朵之间的话是排列比较局处一点的 花感没有划得很高 如果喜欢树花核瓣的蓝油 掌上明珠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 就还从树花核瓣而言 这一款性价比是在建栏里面算是最高的一个性价比了 那再来介绍第二款非常经典的 应该如果说家庭有养蓝的蓝油 应该都有了一个品种 青山玉犬 我这一组上的话是上了三个花剑 然后的话花朵的话是有点出价了 那他这个一杆上花树的话也是蛮多的 有达到七到九朵的一个上花树 他这个品种之前在视频里面的话是有跟大家介绍过了 那这一朵带了鲜花 我们一起来撒一下他的这个花 我觉得他这个品种应该在所有的白树花里面 应该算是性价比最高的了 一苗的价格的话在20米的一个价格 而且外上半是有带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富轮边 就艰难的树花而言的话 那像大凤树和白玉还有咱们的金丝马尾 花开的颜色的话是偏绿一点 青山玉犬如果说你光照给的强一点 温差大一点的话 他完完全全是可以达到白树的一个花色 我这一组是比较高调一点的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花 有点反光看不到 但是他这个绿富轮边的话是真正在在有的 那外三半开久的话会向后翻一点 然后两棚的话会张开 花手而言的话是比较一般 但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而且抗病性是比较强的 香气的话是属于一个非常浓香的一个香气 然后上花绿也是可以的 而抗病性也是强的 叶长的话大概在40厘米左右的一个叶长 叶宽的话大概在1.2到1.5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 那他这个品种我是建议多苗上盆效果会好看一点 因为他这个是属于一个微垂叶的一个叶姿 所以说你即使说多苗种在一起的话也不会太杂乱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一组苗子是有五苗左右 然后上了三杆花青鲨鱼犬 建南的品种 那我们接着来介绍一款花一双全的树花品种 建南的品种 卧龙树 它这个品种是有获得过金奖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叶 它的这个叶的话是属于一个黄金中透带稿液的 看到了吗 还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富伦利 就在养护方面的话因为它叶绿树的话 不会非常的匮乏 所以说在养护方面的话也是蛮适合新手种的 比较不会容易烧益 那像这一种益草的话是比较的不容易散花 花开的话是一个全树的一个树花 而且的话是挺浓香的一个香气 那俗话说赏花赏一个月 赏一赏365天 那如果说喜欢一草的话 卧龙树它的这个叶滋的话 我个人还是觉得挺好看的 因为它这个不算是非常的锤 也不算是非常的直立 它的这个的话是属于一个微锤叶的一个叶滋 那么我这一组的话是有一个寺苗的一个苗情 这样子看过去的话是一个非常飘逸的一个株形叶材 建南的品种 乌龙树如果喜欢一草的兰有 这一组的话乌龙树这个品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那么再来一颗小草型的一个品种 我们的精彩莓 精彩莓又称千佛红莓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叶枝叶材 叶长的话真的是一个癌种的一个叶长 叶长的话大概在15到20厘米的一个叶长 虽然说是癌种的 但是它花的话是可以非常明显的高调出价 看得到吗 是它第一朵花开始已经全部是高出它的一个页面了 那花朵与花朵之间的排序的话是非常舒朗的 而且花的颜色上色度的话就没半花而言 在建兰的一个上色度而言的话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了 唯一的缺点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花朵是小了一点 但是就颜色上色度而言的话那是特别特别的漂亮的 蛇的话是属于一个圆蛇头 然后上面的话是有带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红斑 花朵高调出价韵味十足真的是特别好看的 它的这个品种是集建兰的叶才 建兰小巧的叶才会让大出价的一个霸气 所以说精彩梅这个品种也是极具韵味的 那我们再来介绍最后一款棋花给你们上一颗啊 这颗灯芯杆的多瓣多舌的一个棋花 额眉牡丹它这个杆的话是比较的一个细杆 所以说像这一种棋花的话你们在家庭养蓝当中浇水 不要劈头盖脸的往下浇 如果说劈头盖脸往下浇的话 它这个杆的话是不足以支撑它的这个整个花朵重量的话 到时候花的话是散的比较不好看了 然后叶长的话是在咱们的40厘米左右的一个叶长 叶宽的话大概在1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 它的这个层次感是非常强的一个 那像这一种棋花我们可以看得到一层一层往上走 也是一个爆杆花 什么叫爆杆花 就是它的这个质感花朵的话是抱着它的这个灯芯杆往上爬的 看到了吗 一节一节往上走 步步高升非常好的一个郁郁栽 那它的这个蛇的话上面有非常明显一个叠化的红瓣 所以说它整体一个花色的对比度的话还是不错的 绿杆绿瓣斑斑点蛇 香气的话还是挺容易的一个香气 那它这个的话是一边开一边在拔杆的 还会再往上拔一点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些板子的话是还没有全部打开的 那这个的话是属于一个比既要直立的一个柱形叶材的 炉头与炉头之间的话是比较紧粗的 然后到上面的话是散开的那种样子 整体的一个柱形叶材的话还是蛮不错的一个品种 这个柱形叶材的 非常容易更多的